太開心了 而且也是我們沒有去的 謝謝你喔 謝謝 好開心喔 Good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 今天天氣超級世界霹靂無敵宇宙好 超好的 誇張了 已經好久沒有台北有這麼好的天氣 之前台北有好天氣 可是空氣都很糟 今天是有好天氣又有好空氣 應該是下過雨吧 對應該是 要把空氣稍微洗乾淨一下 整個天氣好心情就很開心 好久 已經大概一輩子沒有吃泰漿鍋了吧 好久沒有吃 一輩子是多久 一輩子大概是兩個禮拜 這個冬天第一次吃泰漿鍋 真的蠻久的 剛才我們在家裡的時候 已經有先給Cody吃點東西了 所以 希望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可以讓我們好好吃 然後我們還有特別準備一個 這個 小餅乾 所以如果待會他哭鬧的話呢 就給他拿著這個碗 不一定是要給他吃 可是就是給他拿著碗 所以好像他有在跟我們一起吃飯 他已經看我們吃東西 他就一直流口水 然後嘴巴一直 一直動一直動 就算他已經吃飽 他還是會 因為他可能現在已經看到我們吃東西了 那之後我們應該也會 漸漸的開始讓他嘗試一點 我們吃的東西 就是帶一個小剪刀出門 剪一下給他 多長一點 試試看 睡著了 太好了 終於可以好好吃飯了 太完美啦 Cody還在睡 我們已經吃飽了 OK 又來到了一年的尾聲啦 好快喔 對啊 每一年到這個時候呢 我們都覺得 哇 時間過好快喔 一年又過去了 那今年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年 你們知道嗎 我們有了小Cody 然後呢 我們又開始在YouTube上面 用影像記錄我們的生活 那今年你有沒有什麼印象比較深刻 印象比較深刻喔 就是我生了吧 生小孩 印象最深刻應該是生小孩 生小孩跟帶小孩時候的那個心情 祈福 就是一輩子寧記在心的 OK 那你們知道 因為我是一個念舊的人嘛 所以我當然印象不只是Cody出身 每個月都還算是有 印象蠻深刻的事件發生 1月的時候呢 我們一起去參加了尾牙 那2月我們去了馬來西亞 我們第一次到馬來西亞 發現它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國家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海水這麼爛 然後他們有很多的水上的設施 覺得非常適合朋友們 一起去旅行的一個國家 真的 也要再去一次 因為Cody已經出來了 而且我上次去的時候我很遺憾 我完全沒辦法下海 我下海的那個最高的高度在腳踝 啊 我下不去 其實可以下去啦 但是蘇珊不太敢下去 不敢下去啦 畢竟第一胎就是 而且又在國外 就很孝心 對 第二胎可能就敢了 哈哈 那3月的時候呢 蘇珊就自己一個人在家帶產 然後我一樣是到處巡迴去演出 4月我們決定好了Cody的名字 她的名字呢就叫做Cody Cody 我們還帶她去看棒球比賽 雖然她都不知道 因為她在肚子裡面 可是媽媽那時候很興奮 然後你知道 很興奮的時候 又挺著一個大肚子 你就沒辦法 哇 你只能 壓 那她有沒有一直踢 一直踢 她是沒有一直踢 但是我又覺得我一直在晃她 她可能很暈吧 五月的時候 每天都在期待著Cody的到來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37週 已經算是逐月了 可以生了 對 已經可以生了 這個心情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覺得 啊 是今天嗎 今天要來了嗎 就很期待 每天都在期待說 希望趕快可以迎接新的神秘到來 真的 其實懷孕到後期 有一種感覺就是 啊 你要不要快點出來 你要不要快點出來 我媽等到有點煩 你要不要快點出來 六月的時候呢 Cody真的來了 耶 我們的生活方式呢 也從此變得很不一樣 所有的關注 全部都交點在她的身上 七月的時候 Cody滿一個月了 我們就帶著她到處跟大家打招呼 認識我們的親戚 認識我們的朋友 八月的時候 我們的頻道滿一萬訂閱 那種心情真的很難形容 因為其實在Cody出生之前呢 我們已經有開始拍 YouTube的影片 也大概拍了六七個月 所以當我們 第一個一萬訂閱的時候呢 那個心情真的是 非常的開心 就覺得 喔 嘖 太棒了 努力總算是有一點點回饋 等好久 九月的時候呢 我們帶著Cody去試鏡 雖然沒有試上 不過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 體驗 十月蘇珊去學開車 考駕照 她很厲害的 一次就通過了 考完駕照之後呢 也第一次帶我們出去到處玩 十一月 我們第一次帶著Cody出國 到一個很友善的國家 日本 覺得第一次帶小baby出國去日本 絕對是最好的選擇 應該也是唯一的選擇 實在是太友善了 十二月的現在 我們就在這邊 回憶著我們一整年的喜怒哀樂 平常想起來感覺 好像今年其實沒有什麼 可是只是去回想 就 欸 好像真的發生了很多事情 哇 沒想到回憶立刻涌上心頭 七年剛剛一講 每個點都有中到 喔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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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我做過這些事情 這個時候回味起來呢 就可以感覺到 拍Vlog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雖然今年沒有達到我們的目標五萬訂閱 但是我覺得我們沒有關係 就是繼續再努力 好的 今年即將結束 也代表明年即將到來啦 所以明年呢 當然要有一個全新的展望 希望有另外一個目標 可以讓自己往那個目標去前進 那明年的目標呢 我們希望可以達到二十萬訂閱 對 希望把這個目標設的比較遠一點 讓自己有更多的動力去前進 往那個目標去實現 嗯 我也有一個展望 我要生第二胎 喔對 再多一個小朋友 最好是妹妹 好的 所以2018年 繼續陪著我們一起前進 陪著Cody長大 還有 朝著我們的夢想 一起前進吧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嗨各位朋友 剛才呢我們收到一封信 這來自你們寄來的一封信 裡頭呢 居然是 桃園首爾雙人來回機票 Oh my gosh 也太好了吧 太開心了 所以我們準備呢 在明年 就有機會來去首爾 太開心了 從來沒有去過首爾耶 而且蘇珊 你知道現在台灣女生都非常喜歡韓系的歐爸 所以她也是開心的不得了 好在這邊呢 要特別感謝你 願意把這個機票 送給我們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帶Cody 再去一個他沒有去的國家玩 OK所以明年呢 我們就安排一個時間 準備來去首爾啦 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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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